沿喜攻略低调开播但却意外大热,剧中的乾隆帝继康熙帝和四爷雍正帝后,成为了清宫剧中的一代男神。 那么今天咱们的这一组图组,就来看看历史上真实的乾隆帝到底是什么模样。 图为身穿朝服的乾隆帝,此时的乾隆帝正处于青年时期。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,乾隆帝长得十分清秀,有种清工具偶像小生的即逝感。 有一种说法,乾隆帝从小就长得眉清木秀,且极其聪慧,深受康熙帝喜欢。 该说法还断正说康熙传位给雍正,主要是想让乾隆接班。 图为青年时期乾隆的画像,由于是画像的原因。 每一幅画出自不同的宫廷画师之手,从而容貌上做不到百分之百一模一样。 但从这些青年时期的乾隆画像中我们可以确定,青年时期的乾隆帝的的确确是眉清木秀。 图为乾隆帝戎装图,清朝从马背上的天下,乾隆帝接收大清江山之时。 实际上经历康熙的武智、雍正的文智后,四海之内已是一片生平。 在处理好雍正为丸之公古周叛乱后,乾隆通过改变经济政策实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的全盛时期。 图为乾隆帝一键双路图,乾隆从小习得马术、剑术。 但一键双路明显是比较假的,比起其色数乾隆在诗词歌赋上明显更胜一筹。 毕竟其一生写过约四万多首诗。 当然,背后是传颂为经典的却是一首也没有,图为平安春信图。 该图是由清代著名的画师郎世宁意大利人所画。 画中描绘的是清代雍正帝和青年乾隆帝。 雍正和乾隆在这张画像中军身着汉符,画像中的题字为乾隆七十二岁时所提,写真是名善。 惠我少年时,入世颇然者,不知此是谁。 短短数语包含了对光阴荣染的感慨,图为晚年中的乾隆。 该画描绘了乾隆帝身着一身汉符坐在山水之间,岸上背着笔墨之焰,为乾隆则诗重古之景。 图为晚年中的乾隆,其身着一身汉符,在关于乾隆的画像中,其身着汉符出镜的数量很高。 图为红利鞋景形乐图,该画为郎世宁与清宫宫廷画师合筑完成。 画中描绘了乾隆带着众多皇子在新年中,在公园中玩耍的场景。 画中描织多皇子在新年中。 画中描绎白环明图,angle等。 画中描织多皇子。